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的新场玩家叫做神妖帝的一个精彩操作 他用的是这个牵手助剑 对面是那个哨卡的 然后前面两个已经被他打败了 被对面的打败了 我们来看他如何翻盘吧 那现在开始还发了个摸摸头的表情 然后下一套一套操作 二技能操作完了 然后等待结尾地方开霸体 然后一个秘卷没被他怼出来 然后一个技能 这方也是无虫无虫下手的 开了霸体没用 哎 经常被二技能给怼回了 然后不停的 哎 开枪踩踩踩 然后对方踢身 踢身之后 哦 为什么这时候那个那个牵手助剑会居然处于保护状态啊 没有被那个卡卡 哨卡给铲起来 厉害啊 这方也发了个摸摸头的表情 我们看一下最终最终对决 对的是阿尔木卡卡 看看他怎么打 阿尔木卡卡手短啊 手短不好打啊 估计啊 对方先弄个二技能 这个牵手助剑就弄二技能没有打到 然后现在他都喜欢先用二技能起手 然后应该踩踩踩踩 踩完之后对方踢身 然后一个踢身 哦 没有踩到二技能 肥手就是二技能 再踩 一下踩踩踩踩 这个这个就是牵手助剑好玩的地方就是不停的踩是吧 能把人家踩闷了 踩完之后一个一技能被敲 哎 人家拿去了 然后再用一个秘券怼他没有怼到啊 然后又肥一个替身马上就二技能 然后对方也提升 这下很尴尬了 该牵手助剑被楼顶了 这个就看那个对方的暗部卡卡戏能不能连招 连得很好 哦 不行了 刚夸两句就不行了 然后招了个七拳跑了 跑了之后 哦 对方的那个秘券很适合啊 很适合牵手助剑 一个忍者专门有一个专门的 装属秘券就放不错了 这时候暗部卡卡很尴尬啊 一个大招 对方没有替身 直接秒掉了 秒掉之后还要摸个摸摸头的表情 这得多多多多调戏对方吧